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联合国安理会近日表决有关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12个理事国投赞成票 但美国动用否决权 等同阻止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近日表决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美国动用否决权 形同阻止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在表决后对安理会发表谈话 情绪激动 我们不想要代替别人 我们想要入住你的团队 外媒报道这项决议草案是由阿尔及利亚提出 建议联合国大会允许巴勒斯坦取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2个理事国投赞成票 英国和瑞士弃权 美国则是动用否决权 最终草案没能通过 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需要经过安理会推荐 再由联合国大会同意 才能获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至少要有9国投赞成票 且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动用否决权 而且之后必须获得联合国大会多数的支持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兹称许美国动用否决权 阿尔及利亚驻联合国大使本贾玛则表示 未能采取行动是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 庄社综合报道 美非肩并肩大型军演即将展开 美非法三国海军今年首度在菲律宾领海之外 进行多边海上演习 演习执行官表示 这次军演是为可能发生的区域冲突做准备 随着中非南海主权纷争升温 菲律宾和美国携手展开为其三周的 肩并肩联合军演备受瞩目 超过16700名美非军人参与 法国军队首度参与其中 预计规模将超过往年 演习集中在菲律宾北部和西部地区 靠近南海的潜在冲突热点 今年军演将展现全面群岛防卫概念 并进行资讯战与网路防御演习 海上演习方面美非法三国海军首度在菲律宾12海里之外 中国声称拥有部分主权的南海进行 至于军演可能被北京视为挑衅 菲律宾政府强调军演纯属保卫国土 无论是否存在中国因素都将继续推进 今年的演练规模强度等各方面都比去年有所提升 展现菲律宾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决心 中央社记者陈彦均 马尼拉报道 一群瑞士年迈妇女最近控告瑞士政府 在对抗气候变迁方面作为不足 导致他们面临在热浪中死亡风险升高 欧洲人权法院对此做出了首开先例的判决裁定 瑞士政府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风景如湿如画的瑞士最近却成为第一个 被国际法院指出是环境政策有过失的国家 一群被称为气候奶奶的瑞士年长妇女 最近控告瑞士政府对抗气候变迁作为不足 导致他们面临在热浪中死亡的风险 欧洲人权法院最近首开先例 裁定瑞士政府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根据外媒报道 这起诉讼是由瑞士的年长妇女气候保护协会提出 这个协会是由2500名平均年龄73岁的女性组成 因此被外界称为气候奶奶 他们控诉瑞士当局在气候保护方面失败 可能严重损害他们的健康 因为当瑞士遭遇热浪时 他们无法离家外出 健康大受影响 根据外媒报道 欧洲人权法院则表示 瑞士政府实施的国内政策 在应对气候变迁方面确实不够充足 导致国人在私人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人权受到侵犯 这项裁决可能在欧洲各地引发连锁效应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气候诉讼 是以侵犯人权为论据提出 后续影响有待关注 中央社 宋和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到大选 关键摇摆州 冰州向钢铁工人喊话 他表示 如果调查证实中国有反竞争的贸易行为 将敦促对中国钢铁和铝加征关税 但拜登也强调 无意和中国冲突会坚决维护台海和平 宾州向来是美国大选入主白宫的主战场之一 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批斯堡向钢铁工人喊话 再三保证将保护当地的钢铁业 拜登表示 因为中国政府高额大量补贴 导致中国以不公平的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多余的钢铁 如果证实中国有反竞争的情形 将会敦促将现有钢铁税率提高三倍 拜登甚至重话表示 中国不是在竞争 而是作弊 除了选民最关切的经济议题 拜登还谈到印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强调美国已经重振太平洋区域的伙伴关系及联盟 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与此同时 为回应美国五个工会近期的请愿 美国贸易代表署也宣布将对中国海运 物流和造船业 展开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 对此 中国商务部已表达强烈不满 中央社综合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zosta约到绿平和5个工会 再见 感谢观看